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火文明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种常见的中药玫瑰花 玫瑰花是蔷薇科植物的花 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 它的药性偏温、胃肝、微苦 主要功效是活血趋瘀、调经止痛 它能够治疗经血不调、痛经、血瘀等症状 玫瑰花是用于经血不调、痛经、血瘀等症状的人群 玫瑰花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与其他中药材配无使用 例如与当归、穿胸、桃仁等配无使用 能够调经止痛、活血趋瘀 与黄禽、黄莲等配无使用 能够清热解毒、消炎止痛 使用玫瑰花时 需要注意禁忌症和用法 玫瑰花不宜长期大量使用 尤其对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以及肠胃功能不佳的人群 应该谨慎使用 此外 玫瑰花的使用量和使用方法也需要注意 避免使用过量或使用不当导致不良反应 如腹泻等症状 玫瑰花与其他中药材配无使用 可以发挥更好的疗效 常见的玫瑰花配方有玫瑰茶、玫瑰碗等 玫瑰茶可以调经止痛、活血趋瘀 玫瑰碗则具有养血调经、消炎止痛的功效 总的来说 玫瑰花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 具有多种功效 但是 在使用时需要注意禁忌症和用法 以免引起不良反应 如果使用得当 玫瑰花能够对我们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您喜欢这一期的内容 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内容